我可以聊聊 愛情的滋味是什麼 這個是拉麵加巧克力 然後還有苦瓜 這個我就要拉 他說是愛情的滋味 我跟他講說這叫人生的歷練 我剛才跟老闆人講說 我要點一碗 蔥當配料 然後他就給他來這一碗 所以他量太吵了是不是 這一次來到熱情之都高雄 探訪一間奇特的拉麵 他家靠著這個招牌超級大分量的蔥拉麵 滿滿的蔥搭配叉燒跟豚骨白湯 味道濃厚 打響知名度以外 現在居然還大膽推出了這個巧克力起司拉麵 以及有著超高人氣的這個香辣白湯拉麵 香濃的這個豚骨湯 搭配特製香麻的這個油鍋辣子油 真的是又香又夠味 再來還有一個是吹甜海露麵 居然吃起來有我們Ceroba的味道 究竟如何 走囉 巧克力然後配麵 然後再加一塊叉燒 我親眼看到他進季院 有拍到我在挖鼻孔嗎 好啦 我們現在到了 那賢主他們在那邊等 那我們現在跟一路他們到了這個 這個是高雄的應該是豪宅區吧 美術館特區 那個真的房子真的是超讚 而且聽說價格都蠻吸引人的 可惜我們工作 欸你可以回復一下吧 你不要只當攝影師 他的價格應該都是台北的 除以3吧 除以3除以4以上了 我真的是超爽 南部生活真的是很舒服 然後這一次我們來晚餐吃的是挑 美術館這邊有一間是 我在Google評論看他的拉麵店的評論 2000多折 4顆星以上 對然後這個老闆我記得他 好像在桃園我也有吃過他的 然後他這個老闆很喜歡搞怪 就是他的麵 要嘛就是一堆蔥 要嘛就是有肌佛 然後這一次更誇張 這一次他現在是有一個是 好像是巧克力 巧克力 沒有我們點一個吃吃看 那我們其他的我們點正常的 對走啦走啦走 愛情的滋味是什麼 酸甜苦辣 然後你看 他這個湯包有沒有酸 但是他有甜 這個是拉麵加巧克力 然後還有苦瓜 然後辣他應該有一點辣醬在裡面 來謝謝 我剛才跟老闆講說 我要點一碗充當配料 然後他就給他來這一碗 所以他量太少了對不對 這個才誇張 這個我叫他 他說是愛情的滋味 我跟他講說這叫人生的歷練 這是巧克力 你先看看他是幾%的巧克力 幾%的喔 65.78% 它是甜的 甜的牛奶巧克力 啊底下這個白的不知道什麼 起司 它是起司 起司 然後這個是苦瓜 巧克力麵條 巧克力拉麵 哎呦哎呦 巧克力然後配麵 然後再加一塊 叉燒 巧克力味好濃耶 我很少 其實每次我都是為了拍攝 然後都先吃你們的 其實現在可以改成你們先吃 我吃吃看喔 你看上面還有巧克力 違和還是無違和 其實不噁心耶 不噁心 可是 因為他的湯頭是有點 帶一點鹹味的那種 臀骨那種鹹糖 上面那個就是 他就是甜甜甜甜 就很像是你在吃 像那種披薩加芋泥 那種就是也是甜甜甜甜甜的 就是你不會覺得很違和 喔這好香喔 他旁邊這個辣椒醬好香喔 他這個辣油看起來就超讚的 有看到嗎 哇 有看到 哇 這個好辣 吃看看 喔這個好香喔 好辣 那拿那個老乾媽的味道 欸對 對 老乾媽 老乾媽打錢 幫我寄發票到我那邊 感覺是香 好辣嗎 他比老乾媽還要火爆 就是老乾媽他藏人 會辣 可是他 就像你講的 他就是老乾媽的那個鹹香 麻辣 然後一樣底下就是配那個 臀骨的湯頭 我是嗆到喔 我是嗆到不要怕喔 我是嗆到就是看這個 老乾媽他藏人 對 老乾媽的藏人辣椒醬 最佳的辣椒就是老乾媽 你覺得嗎 黃月步 他真的是很疯場 我請你看到他見紀元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呦 非常的 現在非常非常的 非常漂亮的 以後多發他來 好不好 終於 終於有人懂我了 對,終於有人懂我了 歌吉拉 噸噸噸 噸噸噸噸 噸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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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裡面是有臀骨的 欸 肉很大怪 簡直都跟我的臉一樣 是白色的豚骨湯頭 而且很濃耶 有點膏了你知道嗎 這個我也認識一個朋友 他超怕蟲 他超怕蟲 但是我超愛蟲 很濃很濃的豚骨白湯 配上蔥 帶那個香味出來 很像是豚骨面板的蔥油餅 很香 它的那個油香味 還配叉燒 它每次炒到 它裡面有幾塊啊 來看一下 然後這一個的話是海鹿 這個是那個叫什麼 炸豬排 炸蝦 高棧塔 它的拉麵是有加蛋酥耶 這個很像那個宜蘭的那個叫什麼 西蘿蔔 哇 它是細麵你最愛的 我先吃吃看這個炸的 我覺得這很香 吃吃看 它很像那個腰內肉 好嫩喔 就是瘦肉很多 但是很嫩的那種 嗯 好吃 而且它有豆皮耶 而且它還加檸檬跟番茄 這不知道是哪一個國家的風格 也是滿甜搭的耶 是好吃的 是好吃的 我吃吃看它的麵 柴魚湯頭很輕 它不是豚骨 它是柴魚湯頭 然後上面有炸過的蛋酥 好好吃喔 那有那種台灣的那種版斗的味道 而且它居然還有豆皮 然後還有 我們家吃的小黃瓜 然後還有糖心蛋 然後跟一個 雜蝦 它這有點像是 台日混合 它這個是日式的那些雜物 但是它的湯口加蛋酥 又很像台式的Celova 不行 旁邊的巧克力味道一直飄過來 它吃巧克力吃得很開心耶 對啊 不過它湯是辣的喔 湯是辣的 所以酸情苦辣都有了 酸年苦辣 真的是人生的心 人生的歷練 真的耶 對 這是人生的歷練 如果你想要教育你的小孩子 讓他及早面對以後的社會人生 就帶他來XXXXXX 其實這很像挖寶 你知道嗎 這邊還有 這邊還有 還有蛋耶 然後還有 這邊還有木耳 豆芽菜 哇 這一個真的很猛 這真的超猛 來 巧克力叉燒 麵 吃吃看囉 人生的歷練 不難吃 因為它的 它就是甜鹹甜鹹很難講耶 你吃 他有點害怕 他有點 他剛才有點害怕 他剛才咬小口 哈哈 這碗麵可以教你做人的滋味 其實不廣步啦 對 就是 好難講喔 很難講 它不會讓你覺得噁心 然後它那個甜 甜跟咸是融在一起的 就是你要把它攪在一起 這是煉乳加巧克力加薯條吧 我記得好吃耶 它薯條超脆的 好吃 好喝 聽說是情人節後出來的套餐 這個就是 沒有 這個就是要找 找情人來 兩個人要共吃一碗 共同體驗人生的歷練 哇好燙 哇很好吃耶 雞胸肉 不是雞胸肉 雞腿肉 有了 多汁的 它外層炸的這一層很酥脆 好啦 那這次我們點的餐點是 四個 拉麵 那每個拉麵我們這樣子 四個人吃起來是 1058 1058 所以一個人差不多是 250 左右 還算OK 對那人生的歷練就是看你們要不要來一起歷練一下 對那 其他的像是小菜的部分我很推薦它的那個雞胎羊可以吃吃看 那店家的資訊我會放在影片底下 這樣走囉 掰掰 喔 啊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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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